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跟大家講講MIRROR的近況 MIRROR的經理人公司 MECAWILLS在8月13日宣布 十二指會停工兩個月 所以近期在這段時間 都沒什麼見到他們的新聞 間中有些零星的報導關於他們 包括了季前賽會延遲 原本應該接著演唱會 接著I-SWIM去播放的 有MIRROR成員主演的季前賽 據聞會延期到十月中至十月尾播放 見到MIRROR十二指都沒有任何新歌推出 過往他們因為人多 所以基本上每個月都不斷 有不同MIRROR的成員推出新歌 這段時間差不多是真空期 他們很多休息的休息 間不中你會見到 可能姜濤會在維園打球給別人拍到 或者他們間中在IG出帖 去更新近況 亦有些報導說 教主Anson Lo 入住了酒店 作一個隔離甚至散心 花姐就陪著他 被記者拍到 教主在酒店範圍出現的時候 面容都很潮緒 相信他也是其中一個 受到相當大打擊的MIRROR成員 大家都知道 他和Mo非常之好朋友 相信他受到的精神壓力 和創傷都不小 今天亦有報導 說MIRROR演唱會的退票時 今天開始可以退票 不過很多粉絲 完全沒有退票的意欲 直接等MIRROR之後的安排 很多鏡粉都說明不會退票 說到他們的鏡粉 即是可以說是不離不棄 他們的應援團 在這一段時間 就算MIRROR12展 沒有任何公開活動露面 其實他們的應援團 完全沒有停過 尤其是他們做線事 真是不為餘力 在不同的組織裏面 都見到他們為自己偶像 作出相對的慈善應援 這件事真是相當難得的 近日亦有媒體報導 MIRROR停工期間 IG追蹤人數不跌反升 其中一位成員的追蹤人數 追蹤人數突破100萬 大家都知道 IG和Instagram 是年輕人普遍最常用 其中一個社交媒體 所以IG追蹤人數 很多時都能反映到 藝人、歌手、明星 或者是KOL他們的受歡迎程度 追蹤人數越多 證明他們的人氣和受歡迎程度 甚至Fans會特別多 他們在停工期間 曝光率減少了 但IG追蹤人數 完全沒有受影響 逐個逐個和大家數一下 好像Tiger Tiger由早前的162,000 到現在 已經接近21萬Fans 第11位 Alton Alton 由之前的16,000多 接近23萬Fans 其實升火都相當厲害 之後 還有Jeremy Jeremy 由17,000多 升到差不多 接近25萬 相信 要突破30萬 應該不是很久的時間 第9位 Fanki Fanki 由18,000多 升到現在 25,300 其實升火都相當厲害 Stanley 較早前的追蹤人數 有接近20萬 現在已經有26.9 差不多27萬 人氣都相當厲害 第7位的Lokman 由之前的20萬 升了差不多9萬 現在有28.5萬 差不多29萬人數 第6位的Jer Jer 也升了差不多9萬 到現在 已經有40.1萬的粉絲 即是大家經常說 MIRROR 有分上下緣 但其實看到第6至第12位 這麼多位的鏡仔 其實他們的Follower 已經比起一般的明星歌手 已經高很多 我就不太認同上下緣 這個說法 因為他們是一隊男團 一定是有高有低 但即使大家說的下緣 其實他們的人氣 以及Follower 亦都非常之厲害 還有去到第5位 還有AK AK 一向老闆 都是很深受鏡粉的歡迎 他由30多萬 升到現在 已經有41萬個追蹤 第4位的Ian 他唱歌唱得好 有英俊 Ian到現在 已經有50萬個粉絲 Edan的升幅特別厲害 他早排大概是50萬左右 到現在 已經有65.6萬的Follower 差不多接近70萬 第2位 就是人氣王姜濤 姜B 現在的追蹤人數 差少少 夠100萬 就有99.3萬 過百萬應該都是時間的問題 第一位就是教主 恭喜教主Anson Lo 其實他成為了MIRROR 第一個在擁百萬IG粉絲的MIRROR成員 教主的魅力當然是沒法黨 尤其是在MIRROR演唱會意外事件之後 其實我覺得他的粉絲不跌反升 這件事之後 令到更加多了人去支持他 所以他成為了MIRROR的IG人氣王 恭喜教主 亦希望他快點振作 不要被近期的事件影響他 很多粉絲都很關心他 希望快點出來 給我們一個醒神的教主 讓我們看到 自從意外事件出現之後 其實大部分MIRROR的成員 都沒有在IG上更新他們自己的帖 其中有幾位MIRROR的成員 都有出過帖 在IG上跟大家更新一下他們的近況 好像是Alton Alton早前都在IG上出過帖 帖就是一張MIRROR演唱會 還有他們十二指的照片 連一些Dancers 還有寫著 舞台我們信念 Take care my brothers 其實都是為兄弟打氣鼓勵 所以很多人留言 就叫他們Take care 加油等等 Stanley也有出過帖 Stanley就說沉斷了一段時間 這段日子很容易 一個小漩渦 會不停問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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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會怎樣 很多為什麼 有很多如果 但是沉斷了下來 這個考驗給我們 要我們更加強大 更加團結 所以我相信我們12加24 會更加強大地 更團結地一起站在舞台 再次揮舞 多謝這段時間的粉絲的愛護 和支持 前輩們 朋友們 家人們 全部都收到了 雪鳥再見 約定再見 就會再見 希望大家都保持這張相片的笑容 所以 都是一個正能量的帖 隊長Lokman也有出帖 就說我們會互相照顧 大家不用擔心我們這一刻 希望大家集氣 祝願阿Mo 阿楓 阿楓 和阿Cessus 早日康復 其實作為隊長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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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出來 掌燭光開著 然後就說 Take a deep breath 大家來個深呼吸 希望大家可以沉澱 和給大家回氣 至於老闆 阿楓 早前就出了個帖 抱歉 令大家擔心 但難關再難 我們都會一起過 希望大家能把最大的能量 祝福給阿Mo 和阿楓 他們那幾個傷者 一起會好起來 我知道一定會 戰友們約定台上再見 十二加二十四 就等於無限 這個都是近期他們MIRROR十二指的其中一個 好正能量的slogan 至於Edan 女爵安 就出了一些生活照片 早前就貼了一張去看這個 沿路山卡拉的戲票 即是去看戲 出了一張吃榴槤的照片 和她看書的照片 讓大家知道她的近況 至於教主 即是大家很關心的教主 早前都出了一個帖 跟大家說 各位對不起 讓你們擔心了一段時間 每日我都是嘗試穿冷靜沉澱 而一刻沒有什麼 給阿Mo、阿楓和Sexas 和Tea Dancers的朋友所住的 逆境來得重要 每日仍然期盼著奇蹟會出現 好想和你們說一聲 多謝 多謝你們仍然守候著我們 希望大家一同繼續集氣 支持和陪伴每一個受傷的舞者 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為了他們 為了你們 為了台上每一個表演者 我們一定會嘗試走出來的 即是說 其實在這一刻 無論他們受到幾大的創傷 或者受到幾大打擊 多少沉澱都好 其實VIRROR十二指 都是很緊張傷者的傷勢 所以他們受到的壓力相對都不小 之前的節目都有說過 其實他們都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希望雙者快點好 還有最重要 大家作為粉絲都很期待 MIRROR十二指 可以在沉澱兩個月後 可以出來見大家 今集和大家說MIRROR的近況 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